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法律博谈节目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在南加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官司 到底这些官司是哪类官司呢 如果遇到了应该如何处理呢 今天前检察官现任南加州知名审判出庭律师 Arcadia市的副市长郑博人先生 将为大家详细的分析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的一些法律纠纷 郑律师你好 你好 郑律师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到底哪些纠纷是出现的比较多的呢 我当然第一个就是老公法 老公法的话我们看到了很多 我今天想讲很快的不同的案子 然后怎么样子保护您 那关于这个老公法的话 我们最多看到的就是 这个纠纷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新冠这个过程 有非法解雇 有歧视 有报复的行为 如果我总结 讲得很快 关于劳工法里面 务主应该做什么 务主一般的话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突然会面临一个问题 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律师 人事部门 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做 还是人事部门的话 还是没有一个人事部门 所以呢 在雇主他会问我说 郑律师那我要怎么办呢 我每一次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 最理想的雇主会做什么 如果你造的最理想的雇主会做什么 97%的行为 是合法的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做最理想的雇主会做什么 如果你做 虽然你不懂法律 是点赞 所以在劳工的官司里面 很多次的话 雇主会讲说 我不知道法律 我那时候不知道法律 所以我就做了 我也没有这个恶意的意图 很多的劳工的官司 不需要有意图 如果你做错了 你就输了 可是如果你用最理想的 用最理想的做法 好 最理想的雇主会做什么 你最后的话会做合法化 好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什么 赶房客 现在有很多的房客 他们现在的话 他们觉得洛杉矶有这个禁止令 没有办法把你赶走 你讲的对跟不对 现在的特别在洛杉矶县的话 是有一个禁止令 可是你一定要用法律 去反驳它 在树状收到的时候 你才可以用禁止令 保护你 所以以前的话 递了树状是无效的 现在的法律是 递树状合法 如果禁止令 如果禁止令 有保护到你的话 你要反驳这个树状 然后用这个禁止令的法律 来做这个反驳 如果你没做你就输了 所以有很多的房客 现在来找我 郑律师啊 怎么警察过来了 我们不是有这个禁止令吗 我讲说对跟不对 是有这个禁止令 可是你讲的不对的地方 就是禁止令 你要用它去打击对方 用合法的打击对方 不是什么都不做 如果你今天你是个房客的话 什么都不做 您肯定是输这个案子 虽然禁止令 可能会保护到您 家庭法 家庭法的话 我们现在很多的商业的客户 现在在离婚 离婚的案子的话 是一个很激烈的过程 我一般 我会跟客户讲 我以前 还没开律师楼以前 还没当检察官以前 我是为一个家庭法的法官做事 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因为我的家庭法的案子 我看到的都是 他是算一个明星的法官 很多的明星 特别就是这个法官 就是做这个明星的官司 为了资产 为了小孩子的抚养费 这个抚养权 我会跟每一个人讲说 离婚不管什么时候 有新冠 有疫情 没有 这个疫情的过程是很激烈 可是我要跟每一个人讲 家庭法和解是最好的 让我再讲一次 家庭法和解是最好的 特别如果你有小孩子 因为我一般看到 官司 原告被告 先生老婆 他们用的棋子是什么 他们用的棋子不是律师 他们是用小孩子当棋子 小孩子传话 所以我一般 我跟每一个离婚的客户讲说 就像做生意 就像 如果你今天有癌 你尽快把它割掉 你是更好的未来 如果你一直让他 留在那里 他就长得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 你想切掉的时候 就太晚了 做生意也是一模一样 做生意的时候 我没有见过一个雇主讲说 世界上最烂的员工 我耗在那里五年 五年以后 这个员工转变了 变到最好的 五年以后 这个员工最后做了什么 告雇主 反而雇主的话 不但套了这个不好的雇员 影响到每一个雇员 你好的雇员都跑走了 说这个雇主不好 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公司 然后最后这个不好的雇员 告了这个雇主 所以我为什么讲了这个话呢 因为如果你可以谈判和解 谈判和解和解离婚案子 越快越好 你不但有一个新开始 你会省掉你的钱 然后你会保护你的小孩子 我没有看过离婚案子里面的小孩子 未成年的小孩子 特别如果小孩子的话 是五岁到十二岁 十二岁 初中高中有时候都不理父母亲了 可是五岁到十二岁 这个年龄这个当中最容易被影响 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子没有怀疑心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小孩子 可以相信这个世界是有阳光的 漂亮的空气 这个世界是很阳光的 你要尽快离婚 尽快离婚 有的时候如果你要退一步 多给一点点 你反而最后的话 你会发觉你有一个新开始 你在我们律师里面最赚钱的是谁 最赚钱的不是谁 我做很多商业法 No 商标 No 劳工 No 开最好的车子的律师是 家庭法的律师 他们是最有钱的人 因为感情上的官司 感情是看不到的 感情是心理上的官司 看不到的 如果对方的律师 写一个不好的信过来 那你当然 你看到这个信的时候 你会很气愤 气愤的时候 你要你的律师用锤子打回去 锤子打回去的话 那当然对方的话 也要打回来 这个打 这个打 五千一万 一封信就五千一万 五千一万 五千一万 最后的话 钱都没了 所以最好的就是新开始 然后呢 我最后要讲的就是很多的移民 很多的移民 我们现在发觉说 审计移民的案子的话 从移民局 反而新总统更多 反而川普总统没有那么多 很多人觉得说民主党的总统的话 应该会比较好 反而他审计的案子更厉害 所以今天的话 特别如果你是有结婚 你经常 你经常要有证明的短讯 说你有一个真实的婚姻 还有 我们最近看到的很多案子是 邻居不认识你 邻居不认识 这个婚 不认识你跟你的先生 还是你跟你的老婆 美国的话 跟中国有一点不一样 中国大家都是挤在一起 那美国特别洛杉矶的话 大家是分散的 而一个房子一个房子 像我现在我住的房子 已经住了几年 我对面的人我都没有见过 可是问题是 移民局现在过来 他现在是敲 你没有见过的邻居 问你的邻居 哎 那方的话你认识吗 那当然你去说 我当然不认识啊 你知道有结婚吗 这房子我都 人都没有看过 然后移民局现在是在讲说 因为这样子是七大的婚姻 我不愿意给你你的绿卡 所以如果今天的话你有结婚 然后你是用这个结婚 做一个合法的身份 拿你的绿卡 你要做 你应该做的 我经常讲说你来美国 你来美国 两个脚来美国 你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 我们喜欢美国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觉得美国人很开 他们心很开 所以你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 赶快送饭给每一个人 大家好 我是你的新的邻居 哇 新的邻居的话 那么好 带饼干过来 是啊 是啊 我刚结婚了 是不是 因为移民局 现在的话 他们审计的方式 我觉得有一点不好 因为我们就近商 我可以了解 大家挤在一起 纽约挤在一起 芝加哥挤在一起 可是洛杉矶的话 是个很善的地方 那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要警告每一个人 他们审计的方式 特别在洛杉矶 我有点不满意 可是案子进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缺点 很多的邻居不认识我们的客户 然后最后的话 他们移民局就找出有欺诈的新闻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疫情 这个新冠的过程 我看到的官司 当然有很多 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郑律师 给大家的这些提醒 好 非常感谢郑律师 今天给大家的提醒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